欢迎收听由西安家运社数字娱乐发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孙丽、谢娜、连一鸣领衔主演 细语声歌配音社录制的影视原声广播剧 一双绣花鞋 旁白编写,子续洒尘 旁白录制,战斧式送塔 后期制作,飞飞猫 第四集,停尸间内女尸被盗 上 上集说到,林文在林公馆内独自徘徊的时候,惨遭杀害 第二天清晨,沈超与彭佩芝在办公室内发现了林文的尸体 尸体被发现后,公安局迅速展开了调查 这间村长办公室曾经是英文的房间 这里曾经是林甲的宁庸人,飞猫的房间 里面是走廊 这三间屋子和打挺都是相同的 这栋房子被我们整容直抠 在叶大龙勘察命案现场的同时,沈超正在向昨晚直勤的两位解放军同志了解情况 你把当时的情况说一下 我远远地看见那小姐和那男的吵架 那人走了之后,他就走过来哀求,想进去看他自己的家 现场勘察完毕,验尸官对叶大龙汇报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 你是说,林文没有任何挣扎,就被对方扭断了脖子 对,是没有脖子的痕迹 这显然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人员的手法 194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赫尼姆·戴维 在重庆·郭罗山办个三期这样的学习班 专门教习这种一招毙命的杀人手法 别说实者是个弱女子 就是身强一撞的男人 在没有任何防疫的情况下,也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还有,从实者瞳孔紧缩的程度看 实者高度的经济状态已经持续一段时间 这说明什么 实者很可能是受到一番的逼问之后才被杀死的 就是说 凶手想从死者的口中逼问出什么 应该是这样 科长,我现在就去通知林文嘛 他身边就这么一个亲人了 我真的应该受不了 小胖,你把沈超当时发现尸体的情况再跟我说一遍 你什么意思? 走 局长办公室内 两位解放军同志此时已经将他们知道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了沈超 后来我明明看他下了楼梯 我还叫了他一声 他走得很快,根本就不理我 我当时想,资产姐姐小姐一点礼貌都不懂 追到楼下的时候,已经没了他人影 你所看到的那个人影 究竟是个男的还是女的 当时走廊里只有一盏灯 不过我敢肯定 那个人穿的是林小姐的旗袍,还有高跟鞋 你所见的? 写检讨 听我助理 沈局长 我 我好像也看到一个黑影在外墙变异上 我还以为是自己看花眼呢 你就 那就一块写检讨 听我助理 高高 叶 沈局长 这是现场侦察报告 据分析 凶手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务 我想问您个问题 四三年您在什么地方 四三年 你说的是一九四三年吗 当然是一九四三年 我当人在重庆 李大龙同志 您想向我咨询什么问题吗 您是怎么发现林文尸体的 干吗 你要审问我 案情调查 我要知道当时的情况 蓬佩之说你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 您是怎么判断出门后面有尸体的 直觉 一个在血腥环境下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家伙的直觉 我当时一进这个房间 就发现这个屋子有点异样 今后有一天你也会有这种敏感 一个侦察员的直觉可能没什么道理 但是非常重要 我的直觉是林文死因可疑 在特殊的时间和地点 发生这种恶性案件 绝不能掉以轻心 您那是分析 不是直觉 站住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哼 我有必要向你汇报吗 你必须回答我 哼哼 沈机长 你站住 昨天晚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一直在我自己的家里 就在沈超说话走神的功夫 叶大龙迅速将他的配枪抢了过来 叶大龙 你要对你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负责 当然能负责 请把我的枪还给我 叶大龙同志 好了 你们大家都撤开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叶大龙 你自己到军事委员会找丁部长 说明情况 到 现在我宣布 凌文被杀一案 离案侦查 同媒生 到 通知死者家属 尽量委婉一点 最好能陪在他身边 是 正华 到 带上你截货的电台资料 跟我去局里开会 是 好了 大家都去工作 走啊 是 就在公安局正为林文的死忙的焦头烂额的时候 金美侠为寻找林文来到了秦记制邪铺的门口 老板 而秦老板在看到金美侠后却误认为是之前戴着口罩来他这里藏东西的国民党 给他俩养 进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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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回个学生干嘛 真没有想到你竟然是个女士 东西都砸 你今天就去什么 去什么呀去 你不是 是什么呀是 没得啥钱 没得啥钱 我还以为你是来娶孩子的 谁跟你这儿订鞋啊 你儿子秦家康呢 你是来找家康的时候 他出去了 你找他做啥子吗 我找他干什么 跟您说有用吗 他找你出去 林文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 是不是跟你们这儿呢 那个话你也问得出口吗 我们秦家几百都是好人 怎么能让一个大姑娘 在我都过夜 袒护得真严啊 这要不是因为解放了 就你们全家还不定这么霸气 我不跟你这种人磨嘴皮 你跟我出去 我还告诉你啊 今儿你要不把秦家康交出来 咱们给公安局说去 好好好 我怕你 你说你狠 我实话跟你说嘛 家康真的不在 不行 你自己上楼瞧嘛 金美霞前脚刚刚上楼 秦家康就从外面回来了 爸 爸 我们回来了 来 你们都进来吧 来 爸 我们今晚上有个慰慰演出活动 需要几张熊花鞋 爸 我今天晚上就不回来了 来 你们跳一跳 来 这个 来 跳一跳 儿子 这 这个钱的背了吗 钱能够算是 爸 这是慰慰演出活动 是积极的革命宣传 钱不钱呢 这 来 来 拿拿拿这个 爸 这旧鞋怎么也可以鞋架上 这一手你不能拿走 小白鸟 挺积极的哈 你谁啊 这记性可真是不如忘性大 挨打都忘了 可惜了 林文跟了你这么一个没良心 混账东西 我告诉你 林文昨天一宿没回来 你还有心思唱歌 拉琴 赵姑娘 林文呢 我哪知道她去哪了 我也不认识你 你 你出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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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 你们别以为人家林文无依无靠 就可以随便欺负 林文昨天一宿没回来 你知不知道啊 人哪 我哪知道啊 我不知道是林文 爸 爸 爸 不要 爸 你左上右一趟的啊 上罗家乡二百号难道不是你吗 这会儿人没了你刚不知道 还嘴硬 不知道好啊 走 关急说起 走 儿子 你快走啊 儿子 你快走啊 你不教逆子还袒护 啊 流氓小子混账地 等我通出空来 上公安局就告发你们 重庆八东区公安分局 丁部长的办公室 叶大龙正在跟丁部长 汇报沈超的异样 他胡扯 昨天晚上 他明明和林宁在一起 他被人说自己在家 林文在他办公室隔壁的房间 本身就很奇怪 他没有任何迹象情况下 他能发现尸体 还云山雾罩的 说什么敏感直觉 这不扯淡了 丁部长 您是军政委员会 分管我们的领导 这些情况我必须向您汇报 我对他审承 进来 丁部长 请您在抓捕人家名单上 签个字 还有 壁楼里发现女士以后 我一直怀疑这个女士 跟这个潜伏电台里 提到的小花姐行业有关系 可他就说没关系 他认定这个女士是特务 他凭什么这么肯定 他还不让我继续调查 他说他要亲自调查毗东女士 不论 进来 丁部长 市长请您在这份 只能够个码头的文件上 签个字 还有更奇怪的是 西南国安部 纵发的敌情通报上 我亲眼看见他 划吊了原国民党国防部 二厅中将专业林南轩的名字 我问他为什么把这人名字划掉 他说这人死了 不在侦查之列 可据我的了解 您 进来 丁部长 您了解了什么 据我了解 林南轩根本没死 他还活着 不论 等下再进来 叶大夫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怎么想起要查林南轩的 原来也没想 这是巧合 因为林南轩的女儿林莹 长得很像接应我进城时 牺牲的那位女同志 我希望 能从他那得到那位女同志的消息 可是一了解我的 原来林莹的父亲林南轩 是国民党特务 可我怎么看林莹 不像是特务的人 反而比一般的女孩还要进步 我就觉得奇怪 就想多了解一些 你想了解什么 想了解林莹 还是林莹的父亲 当然是他父亲 你可别误会我 丁部长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林南轩 而是沈超 我怀疑沈超有重大特贤 解放前 他是国民党 建平团的副团长 他虽然是地下党员 可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很有可能是狡猾的 双料红旗特务 叶大夫 四八年春天的时候 你在什么地方 四八年春天 你在张家口 你在中央局社会部 会培养公安干部 举办的培训班里学习 是不是 对 我是在那儿 保密纪律你是怎么学的 知道不知道组织原则 我就在训练班学了四天 然后就回部队了 叶大夫同志 你现在是公安战士 周恩来同志一再强调了 我们党的机要工作人员 要遵守着二十二次方针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对党忠诚 手口如瓶 心细如发 信心奈凡 养成处女作风 付述一遍 是 对党忠诚 手口如瓶 心细如发 信心奈凡 养成处女作风 回去以后 你主动关自己 一个星期的紧闭 写出深刻检讨 听后处理 后处理 我担心 对党 容易 信心奏